今天老夫来跟你做一个了断 诸葛神侯为了摆脱射魂大法的控制 决定趁着白天自己清醒的时候 杀了施法控制自己的林洛石 两大化神级高手再次展开了巅峰对决 令人感到骇然的是 仅仅是两人交手产生的余威 就将场中的无情几人逼退了出去 根本无法插手两人的战斗 其中林洛石靠着武林智宝金梅平 将功力提升到了极致 天下第一高手实至名归 而诸葛神侯没有金梅平的加持 本来不是林洛石的对手 可他中了射魂大法后因祸得福 吃下了许多的生鱼生肉 功力和根基同样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因此他现在的武功丝毫不弱于林洛石 两大高手激战数十招后 谁也奈何不了谁 只好开始比拼起了内力 这一比就是整整三个时辰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这让无情几人大呼不妙 诸葛神侯一旦到了晚上 就会失去理智被射魂大法控制 而林洛石等的就是这一刻 在射魂大法的控制下 诸葛神侯成为了林洛石的傀儡 转身杀向了铁手四人 铁手四人担心会伤了诸葛神侯 动起手来束手束脚 被诸葛神侯逼得险向还生 林洛石见状仰天大笑 这就是他想要的结果 不管是诸葛神侯杀了无情四人 还是无情四人杀了诸葛神侯 他林洛石都将坐收鱼翁之力 只需要收拾残局即可 无情想到了破局的办法 将诸葛神侯引出了将军府 避免了林洛石出手干预 紧接着尤铁手和诸葛亲亲两人 吸引诸葛神侯的注意力 无情则是躲在两人的身后 等着诸葛神侯靠近过来 用银针刺中了诸葛神侯的脖子 这才勉强将其制服 此日清晨 诸葛神侯清醒了过来 看着几个徒弟沉重的表情 询问他是不是又犯下了杀念 铁手告诉诸葛神侯 这次并没有伤害到谁 可要不是无情想到办法 又迷耀迷晕了诸葛神侯 他们四人昨晚恐怕难逃一死 诸葛神侯文言脸色难看 愿为能阻止他一次已是不易 要是下一次他失去控制 无情几人岂不是必死无疑 诸葛神侯为了避免再次失控 竟然选择了自断心脉 他在弥留之际 嘱咐四人一定要找到无刃神剑 杀了林洛石替武林除害 画面来到无量山 追命和花带珍两人 奉诸葛神侯的命令前来寻找无刃神剑 哪知两人按照地图到来 却陷入了一个奇怪的迷阵 两人兜兜转转走了几天 还是被困在迷阵之中 分不清东南西北 更别说找什么无刃神剑 能不能离开无量山都是个问题 终于在六天之后 追命触发机关被几根石柱困住 一堵透明的墙壁困住了两人 让花带珍开始惊慌了起来 幸好追命临危不乱 竟然咬破手指流出鲜血 在花带珍的双手上写下了神秘符文 随后他与花带珍双手相对 一股粉色的能量散发出来 而后又是一波花里胡哨 专门撒狗粮的操作后 困住两人的阵法结界 就这样自动收回解除 他们要寻找的无刃神剑 也在这时显露了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